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六根 在佛教明乡当中六根就表示 是人的眼耳鼻舌身心等 这就是六根 那每天接触六层攀援外境 六层指的是眼睛所应对的色层 耳根所应对的深层 鼻根所应对的香层 舌根所应对的胃层 身根所应对的促层 还有义根所应对的法层 所以我们有听说过 色身香味触法 这就是六层 这六层在世间当中 引领六根去攀援 在六根攀援外境的时候 就会引诱我们造作种种的恶业 因此佛经形容六根 如同六个盗贼 时时在窃取我们的功德法财 那六根 金云 六根门头尽是贼 昼夜六时外徘徊 不是上街逛一回 惹出是非 却问谁 这就表示 我们在六根的附近 都是盗贼 昼夜六时呢 这些盗贼都在我们的六根的外面去徘徊 我们在上街逛一回的时候 就被这六个盗贼所引诱过去了 所以当六根接触六层的时候 就惹出了种种的是非 但是要问谁呢 这六个盗贼平时以心为首脑 心呢 就是总司令 统领我们六根 他呢 叫眼睛看耳朵听 叫鼻子秀 舌头长 手脚坐 所以心是最大的 心王为大 在一个祭子当中 学道犹如首进城 咒防六贼夜星星 将军主帅能行令 不动干戈定太平 我们在学佛的时代 其实就像是守卫着城堡一样 在白天晚上都要防着这六个盗贼 将军主帅也就是我们的心能统治一切 能够下令六根 能够下令六根 不动干戈定太平 也就是将心 指定 也就不为六成 六贼所干扰 所以说 学佛守众至心 当心调伏了 其他的眼耳鼻舌身 都会跟着听话 所以说 我们学佛 勤贼要勤王 必须先从心下手 为了避免受到六根盲目造作所害 六根应该好好修行 那么应该要如何修行呢 首先我们来看眼根 我们的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 一般照相机像捕捉美好的镜头 那我们的眼睛也要往好的地方看 比如说佛像的庄严 看好人好事 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自己 不再只是看着别人的不是 而能反观制造 看到自己的过失 看到自己的不是 这就是我们眼根的修行 耳根 耳朵就像松阴机 俗话说 良药苦口 忠言逆耳 一般人的耳朵 喜欢听赞美的好话 悦耳的音乐 但是对朋友诚恳的忠告 却是心生反感 如果我们能够欢喜去接受他人的劝谏之声 甚至于能够闻 这就是我们耳根的修行 鼻根 鼻子就像探测机 有人形容鼻子追逐香臭之味 就像探子一样打听军情 可见得鼻子的敏锐 一般人的鼻子 喜欢追逐饮食的香味 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 嗅到圣贤道德的芬芳之味 这就是我们鼻根的修行 舌根 舌头就像语言机 又像是扩音机 舌头不但可以分辨 酸甜苦辣等各种味道 尤其是善用舌头的人 所谓舌颤莲花 口能宣说真理 好话 给人信心 力量 但是相对的 十二页里面 口就占了四项 因此我们要善护口业 饮恶扬善 如果能够再进一步 以口宣扬佛法真理 这就是我们舌根的修行 身根 身体就像一个活动机一样 我们的脚像走路机 过去的修行人为了明心见性 不为辛劳去云水天下 都是靠他们的双脚去行走各地 我们的手也像万能机 可以作善作恶 我们可以抡起拳头 替人捶背 就是善 打人 就是恶 端看如何运作 所以在身根上 身体 我们接触外境 一般人喜欢接触 冷热适中 柔软细滑的东西 所以呢 要选择坐沙发 睡床部 吹冷气 过着舒适的生活 那如果我们能够偶尔到寺院道场 去禅修 去礼拜 去端身正直 让身体呢 感触到清静的境界 这就是我们生根的修行 最后 一根 头脑就像是一个司令部 我们的心 就是六根的总司令 一般人每天心心念念 想到自己如何获利 扬名 发财 成功 但是我们 如果能够再进一步的 去想 我能够要慈悲 我能够要公正 我希望和平 我想要助人 尤其呢 难行能行 能够有 但愿众生得离苦 也为自己求安乐之念 这就是新的修行 其实修行 不是在口头上宣扬 更不是消极的 不看 不听 不说 而是要能真正去实修 实行 比如 眼不乱看 要将逆境 转成 自我的助援 耳不乱听 把是非闲话 转成自我改进的良言 口不乱说 满口都是赞美别人 激励人心的好话 如果人人能六根实修 才是真正人间的正道修行 感谢大家的聆听 如有一问 请于影片下方留言 祝福大家六十吉祥 深入金藏 智慧如海